18年前,霸凌者点燃女孩的毛衣 撕扯兼女孩扯下对方的名牌 却被一把推下天台当场坠亡 然而东恩把名牌作为证据匿名递交到警局意见乡 一转头警察局长已加入俱乐部为条件 用证据与失害者的母亲进行了交易 最终霸凌死亡案已自杀结束了 时间回到现在 道英听过录音后气愤地回到家 他看着衣帽间忽然想明白一件事 无论是鞋子还是衣服 但凡妻子严真购买的东西均来自在郡的店里 道英更加确信在郡和严真的关系不一般 第二天,宁明雾失踪需要配合调查 霸凌者们聚在一起商量对策 严真把东恩找过自己的事告诉给了其他人 然而独虫沙拉只关心哪里能买到面粉 还称校园霸凌只对严真是个威胁 对于其他人没什么影响 严真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才是主目 这时沙拉告诉其他人 明雾问过自己关于苏喜的事 一听这话众人皆是一惊 原来他问过在场的所有人 在明雾失踪之前 他先给道英的秘书打去电话 不过都被拦了下来 一转头他又联系起沙拉 明雾要求立刻见面 他现在需要大量的美金 然而沙拉饮饭了 只想着怎么能快速把面粉弄到手 不想理他 明雾画风一转 提到了素喜出事那天 沙拉怕的趴在地上 这是明雾接到在郡的电话 刚刚他发了在郡为了在国外开高尔夫球场 挪用公款的明细给对方 条件就是给自己一些加密的笔巴特笔 为了拿到钱还透露素喜死的那天 在郡给严真伪造了不在场的证明 没有等对方解释 明雾只给48个小时的时间考虑 说吧就挂了电话 紧接着打给喜欢的惠婷 想给他一个机会 因为素喜出事之前 是惠婷去补习班将他叫出来的 所以明雾想和惠婷一起离开韩国 听到这话 惠婷吓得直接把手机丢了出去 第二天 明雾又联系了东恩 为了确保能在严真手上拿到钱 他威胁东恩 以还没告诉这些人信息的来源为由 想让他把名牌交给自己 很明显明雾已经不受控制了 他还狡辩如果自己加入对方阵营 东恩肯定对付不了四个人 况且其他人才是杀害素喜的凶手 只有自己是无辜的 然而在东恩的心里 依照明雾的罪行 就算被分尸也是活该 直接挂掉了电话 如此一来明雾只能威胁严真了 于是抄起电话打了过去 惠婷接过话查 他经常被严真欺负 关键时刻非常想撇清关系 然而在俊只想争夺女儿的抚养权 考虑能不能利用这件事 倒是沙拉 他认为杀害素喜的人是严真 至此除了严真自己 没人知道明雾对他说过什么 想到这 他突然笑了起来 然后若有所思地离开了这里 一转头 严真来到素喜案发的天台 打电话约警察局长见个面 另外一边 东恩也被列入明雾失踪关系人 正在接受调查 还提到了素喜案的经过 原来他为了让明雾相信 故意弄了一个假名牌 然而警察并不关心素喜案 他只想调查明雾与面粉有没有关 还认为东恩提供的是假情报 提醒他虚假指控属于严重犯罪行为 警察让东恩提供关于面粉的证据 当晚 严真和警察局长见了面 他怕素喜案有目击证人 或者只能哪天突然带着新证据出现 然而警察局长告诉严真 严真妈已经把名牌毁掉 剩下的只有尸体 不过素喜的尸体在太平间应该已经腐烂 就算现在重新调查 再怎么样也不可能推翻之前的结论 只会以自杀结案 听到这话 严真终于放心了 另外一边 大姐的女儿被丈夫虐待 母女俩躲在角落里等她睡熟再回家 看着女儿脸上的伤 大姐不停地自责没能保护好她 于是更加坚定送女儿出国留学的想法 与此同时 乳正问妈妈如果把手术刀当作处刑道具使用 会不会怪自己 因为她喜欢的人遭遇过非常残酷的事 很想帮她完成复仇 经历过丈夫好心救人 反被歹徒谋杀的母亲 她叮嘱儿子如果想就去做 但是不能被人发现 东温这边在医务老师处拿回了素喜案的调查记录 原来在12年前 她探望素喜遗体时 恰好碰到了素喜妈 她虽然口不能掩耳不能听 却用手卖力地指着调查记录上每一个失害者的名字 甚至跪在地上 拜托东温帮帮自己 万万没想到的是 素喜在被害时已经怀有身孕 所以东温才保管了这份材料 她承诺素喜妈一定会替女儿身孕 并且报仇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每次东温想放弃或者一死了之时 都会不自觉地想起对素喜妈的承诺 医务老师也没想到 自己的学生们竟然遭受如此的校园霸凌 东温回到家 开始整理照片墙 她刚想离开公寓 忽然想起来墙上还有一张照片 然而她怎么找都找不到 与此同时 严真妈打开了尘封已久的保险箱 里面装的正是素喜案严真的名牌 另外一边 大姐刚在秘密会面点把车停好 严真手上的正是从东温娜拿走大姐老公的照片 翻来 明雾失踪当天 给严真打去电话要求立刻见面 然而严真已有聚餐为邮约在当晚11点 她穿的就是那双绿色的高跟鞋 门 门 人